玉璃镇高辽大桥2022年因为918台东强震受损 新桥正在重建中 而花莲县府搭建便桥维持通行 不过今日花莲持续大雨 便桥遭掏空冲断 而公所也紧急宣布封路 镇长也呼吁端午廉价三天都禁止通行 高辽大桥横跨修固栏心 原桥因地震毁损重建中 设有临时便道提供通行 玉璃镇长龚文俊说 连日降雨便桥东侧出现了掏空状况 紧急封桥修复 晚间预防性封闭 那么当然相信之下 这条便桥未来还是必须要再怎么样 无论是补修 还是就是说把它重新整理 让民众在平时能够有方便的使用 这个是必然的 公文俊说 高辽便道桥才刚刚抢修完不到一天 又因为深夜的大雨 抢通路段再度被掏空 便桥800公尺处被吸水冲断 西侧也因掏空路面下限 但是也请乡亲一定一定要理解 这个困难度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去乎南西平常看没有水 但是只要下豪雨或台风 它的整个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这一块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够理解 玉璃镇公所宣布即日期封闭高辽大桥变桥 高文俊说考量天气不稳 持续降雨恐怕扩大受损范围 但雨势趋缓吸水的水位下降之后再进场修复 目前仍无法确定强通时间 记得高双双预阵采访波动